一支美军舰队正在横穿阿拉伯海 这个攻击群的核心是一艘已服役多年的核动力海上堡垒 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 它正在最危险的区域执行任务 现在让我们登上航母一起去感受上面的坚决生活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数千名士兵将生活在上面 夜以继日地执行一系列危险的任务 至于回家的时间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将如何与美国企业号航母创造奇迹呢 企业号航母就像一座水上城市 里面有2100名男女居民 在将近七个月的时间里 这些居民将并肩作战 图像很清晰 海军211战斗攻击机中队的飞行员 集中到待命室 听取任务说明 梅根是其中的一名飞行人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开飞机 从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毕业后 在选择海军中的具体服务部门时 我选择了海军航空兵部队 这份差事对我来说很够味儿 这是梅根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 一想到要去执行任务 我就激动得不行 因为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29岁的梅根坐进了驾驶舱 她的飞机是一架性能卓越的战斗机 造价9500万美元 梅根是230名飞行员之一 在执行任务时 他要听从指挥官的命令 赖曼肖夫担任此次任务的指挥官 我是这艘航母的航空指挥官 我们这里没有普通的航空飞机 只有战斗机 梅根和丈夫威尔已经分别七个月了 我觉得在这里待这么久 最让人受不了的 是跟家人和朋友分开 这样会错过很多事情 此次航行中 船上共有四支FA-18战斗机中队 其中三支中队装备有大黄蜂战斗机 这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作战能力 第四支战斗机中队 将军中队 驾驶的是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飞行甲板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 我需要管理的甲板面积 只有不到1.8公顷 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内 却有43架飞机 还有9000公斤的飞机燃料 所以说这个小地方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一旦发生爆炸 后果将不堪设想 毫无疑问 对于甲板人员来说 最大的危险时刻 那么就是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特别是在飞机起飞的时候 在弹射的时候 那么开足马力全速的正在起飞 这时候他的机翼就从甲板人员头部掠过 当然是非常危险 因此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飞机坠毁时有发生 如果弹射力度又不够的话 那么飞机很可能弹射不起来 掉海里 军事专家尹卓 带您一起航空母舰大揭秘 在企业号的历史上 有很多人因事故而死 就连企业号本身 也经历过一场惨烈的事故 差点遭遇覆灭的恶运 1969年1月14日 在距离夏威夷75海里处 企业号正在执行任务 突然飞机甲板上一枚火箭爆炸 引起了熊熊大火 瞭望塔和甲板上的数架摄像机 拍摄下了当时的情景 燃料箱起火后 引起更多的弹火爆炸 整艘航母在瞬间被吞破 飞行甲板上226公斤炮弹爆炸 几乎导致航母沉落 随后飞机燃料泄漏 甲板上下一片火海 令人窒息 仅仅20分钟 就有340名士兵受伤 其中大多数都是消防人员 此外还有28人遇难 如今这次事故 经常会被用来教育新兵 但很快企业号就再次披挂上阵 检查飞机是各中队每天清晨 都必须要做的第一解释 此次行动涉及数百人 他们必须连轴工作 大多数时候 肖恩·麦卡锡离要发射的飞机只有几厘米 我特别喜欢喷气机朝脸上喷气的感觉 更喜欢喷气机上升时喷出的烟雾气味 飞机起飞时 机翼上挂着的武器会掠过肖恩的头顶 因此他需要贴近夹板 每次一想到我们从事的工作跟其他人相比是多么的危险 我就会感到由衷的自豪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梅根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 但表现非常出色 她的确是全舰仅有的五个第一次参加实战的飞行员之一 但她的着陆技术却排在了全舰的前五名内 所以我得说她是个相当出色的新兵 大多数时候我都很开心 每天我身边都有三十个兄弟给我挑毛病 就像他们之间相互挑毛病那样 这种感觉很好 跟他们打成一片很有意思 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或者比别人差 我只想努力地把工作做好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2001年下半年和2003年半月 海军航母战斗群支援了美军在局部战争中的地面破队 之后任务接连不断 2001年前后 先后有6500架飞机从航母上起飞 前往战区执行任务 航母上的发射器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弹射器的滑缩露在甲板上 与下面的活塞相连 当滑缩勾住飞机 飞行员开足马力 甲板下方的蒸汽达到压力最大之时 弹射指挥官就会发出指令 这时活塞会向前推进 使飞机升空 弹射器能让一架33吨的超级大黄蜂 在两秒钟内 在不到90米的距离内 从静止加速到565公里 此时飞行员要承受大概4G的浮河 飞机的每一次发射都需要三名工作人员 进行数据计算 在弹射飞机这要进行精密的计算 如果弹射的力度过大 那么有可能把它牵引的前轮会损坏 但是如果弹射力度又不够的话 那么飞机很可能摊射不起来 掉海里去了 每次起飞的时候 我都会感到一阵眩晕 呼吸困难 速度快的 简直让你无法想象 后背会紧贴座位 在世界军事武器史上 航空母舰为何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远和备受军事大陆的青睐 这座令人生畏的海上堡垒 配备哪些先进战机和强大武器 这里会有怎样优秀的飞行员 执行任务期间 航母兵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情感体验 航母为何又被称作最危险的场所 深度解读 层层解密 军事专家尹卓 带您一起 航空母舰大揭秘 2001年 在最开始的六个星期里 每一天 梅根 他的上司 以及其他空军飞行员 都在执行战斗任务 从海洋到山区 他们飞行了一千多公里 时间每过一分钟 他们的危险就增加一分 意识到自己是真真切切地 处在敌人的领地上 而不是玩游戏 我的精神就会高度集中 我会一直告诫自己 千万不要出错 千万不要出错 有时候 我也会祷告 当需要空中加油机时 他就会出现在我身边 否则 我可能就得选择跳伞了 毕竟 在执行任务时 出现油箱没油的情况 不会是件开心的事情 战场上空 到处都是盘旋的战斗机 在接到进攻命令前 他们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但在敌人的领地 不停地盘旋 绝不是一件好事情 受到威胁后 飞行员会极度紧张 这往往会造成操作失误 特别是当他们正在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时 任何错误的后果都将不堪设行 对舰载攻击机来说 那么最重要的 也是最困难的任务 就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 因为近距离空中支援 需要在跟敌人交战的 在战线最前沿的战友 要对他实施火力支援 这时候呢 对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技术 和他的心理素质 要求都非常高 根据驾驶舱拍示到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出大黄蜂的威力 无数的军事建筑 工业建筑 以及民房 在瞬间被移为平地 四个小时后任务完成了 现在他们要返航 安全着陆 安全滑行 关掉引擎 直到这时 战斗才算结束 没错 接下来海军航空部队 要面临此次任务中 最艰难的部分了 这就是着陆 此时 飞行员已经驾驶飞机 飞行了七个小时 着陆时 你的精神要高度集中 因为着陆区 跟机场跑道比起来 要小得多 而且还在移动 飞机和航母之间 有一个角度 由于飞机在靠近航母的时候 速度很快 所以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确定这个角度 并利用好航母 前进时所产生的风 进行着陆 绝不能有任何偏差 飞行员必须要飞上具有一定清洁度 时刻颠簸 并且只有普通民用机场几分之一的着陆区 这是我做过的最恐怖的事情 以240公里的时速驾驶飞机冲上钢铁大船 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所以 不管是飞行员 还是船上的人 都需要做很多事情 船上的人必须为你做好一切准备 不然就会发生大灾难 而且 你必须要充分相信船上的着陆指挥员 相信他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着陆指挥员会通过无线电直接指挥返航飞行员 进入正确的航道 至于什么样的空冲速度 高度 以及飞行角度 都必须严格按照命令执行 让普通人惊讶的是 飞机着陆时必须开足马力 这是因为 如果飞机没被拦阻所勾住 那你必须得重新飞起来 如果甲板上的四根拦阻锁都没有勾住飞机 那指挥官就会适宜重来 由于飞机没有减速 所以重新飞起来很容易 如果不开足马力 就会有致命的威胁 飞机在航母上着陆非常危险 随时都可能演变成灾难 如果弹射力度又不够的话 你们飞机很可能弹射不起来 要害你 军事专家尹卓 带您一起航空母舰大揭秘 每次着陆我都会心跳加速 异常紧张 着陆以后 我经常发现腿在颤抖 晚上着陆尤其如此 我觉得 说不上松了很大一口气 因为 每天我们 还要重复同样的事情 通常 我只是感觉累了 需要休息一下 养足精神 明天继续作战 不管是老兵还是新手 长时间离家在外 心里都不好过 我很想念我的女朋友 还有家人和朋友 我怀念那种 给人打电话的感觉 这里不能打电话 这里休息的时间不多 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飞的时候 也是一样 在海上的七个月里 航母上的士兵 需要进餐三百万人次 消耗十三万生牛奶 当你每天做着同一件事时 时间就会变得很满差 就像跟家人相处一样 有时候 你也会跟战友生气 但是第二天 大家又和好如初 在这里 你等于是把生命交给了别人 你出了事 别人会救你 老实说 我们这里就是个小社会 要想天下太平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会有人吵架 有时候我会腿头放弃 不想和别人说话 但是不管怎样 到了真正执行任务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今天对于航母上的所有士兵来说 是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任务已经完成 他们可以回家了 很激动 出来太久了 我今天是笑醒的 能回家我特别的开心 回去不知道会有什么事 但我很激动 回家咯 海上七个月 八千多次任务 两千一百人投入战斗 终于这些沙场老将要回家了 起航的时刻到了 今天是这次航行最后一天的飞行 弹射指挥官穿上长袍表示庆贺 在齐夜号开进港口前 舰上所有飞机必须起飞 就准备 准备 现在起飞 再过一天 航母就要抵达诺夫克了 在这之前 空军要全部返回基地 这是弹射指挥官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根据传统 最后发射升空的将是指挥官的靴子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靴子在甲板上已经磨损得很厉害 离开的时候不带走 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所以 我们会把靴子发射到海上 第二天 码头上聚集了大约一万人 他们在各自等待着亲人和爱人 按照传统 水兵们会穿着军装 在甲板上站成一排 弹射指挥官肖恩麦卡锡 是第一批下船的水兵之一 他的妻子丽莎和两个女儿正等着他 每次见到他 感觉就像是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 结婚十年 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 今天我特别的开心 我太想他们了 本博斯上岸后 迎接她的是女朋友安吉拉 和她的父母 梅根返回了基地 丈夫威尔已经在那儿等了几个小时 我很想他 真的很想他 对大多数人来说 团聚是暂时的 因为十八个月后 企业号会再次齐航 不过 仅仅几天后 船员们就会开始新一轮的训练 我们又要出去执行任务了 心里很失落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好好珍惜在一起的 分分秒秒了 晚战的一周过去了 船员们又要踏上航母 开始新的航程了 我跟下属们说 我们只能做两件事 执行任务 和准备执行任务 用澎湃的军营机前 搅滚一个清凉下雨 用一步步精彩大戏 为你承认暑期参谷 从七月二十五日到九月九日 军事机时隆重推出 二零一一暑期特业节目 中国尖端武器大揭秘 中国命运大决战 大案争破计 兵王传奇 女兵故事 中国荡之男 反恐精英等多部系列片 连续播出 黄角扫描军营 深度揭秘军事 周一到周五 每晚八点进行收看 军事记时 二零一一暑期特别节目 洋洋大国的军火库 究竟有哪些振国的利器 高精舰的三军武器 又是如何被锻造出炉 展现中国高技术武器的发展立场 揭秘扎手锏武器的作战性 讲述别当曲折的研发故事 军事记时 近期播出 使命 中国精锐光备大揭秘